第四 如何使自己在修行道上 真正克服对治烦恼稀气 不识口头说说 不会时进时退 这个不容易 要真正救我 没有真正救我的人 他没有这个毅力 他没有这种决心 真正明白 觉悟了 那你要是问 用什么方法呢 方法是过人的缘分 不一样 就一般而论 读经 听经 是最好的方法 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世 将近三百余会设法四十九年了 目的是什么呢 还不就是帮助这一般人 克服烦恼稀气 佛是天天在劝 天天在教啊 跟我们讲 烦恼稀气 带来的果报 尤其这个设法界 设法界 第一个因素 这个 因缘是无量 不是那么简单的 无量因缘里面 哪一个因 最重要 最重要的 先治它们 就像治病一样 身上病很多 病很多 哪一种病是要命的 先把它治好 其余的慢慢再调理 对治烦恼 一复如实 烦恼里面最重的 贪嗔痴慢 疑 那个疑是对于圣教的怀疑 不肯接受圣贤教会 它不是知其他的 这个叫根本烦恼 贪 多无轨道 不轨道 第一个原因 就是贪云 成灰 是第一道 愚痴 是畜生道 你还是真正搞清楚 搞明白了 你对于 要想断贪嗔痴 你就有决心 你就会很认真地做 为什么呢 三无道的也 在日常生活当中 无论是顺境 顺境里面 不起贪心 逆境里面 不生成灰 不贪不称 不吃就再去找 你不停开 我爱你 你不认真地做 你不不认真地做